今天我们来说说那些人群最适合联系普拉提 首先是在运动中手锅上的人群 大家都认得普拉提嘴杖的出现是作为康复的训练 嘴杖是在个胭脏中手上的死兵 用来巡护他们的脊柔能力以及孔子能力呢 第二,适用于T-type量人群 比如弯腰拓背,骨盆前情 在普拉提的训练之下也会得到比较有效的改善 第三,适合运气仓和宝麻 在运气可以帮助运妈妈增加技术衬托能力 伤口可以加速身体的康复以及骨盆修复 此时是办公室一桌,看起办公 能免是脊柔失去力量 对身体造成压力,终于摇摆双头 坚持联系普拉提可以增强脊柔耐力 恢复脊嘴的身体剧毒 从来坚持摇摆疼头 第六是健身爱好者 这个就比较多说 健身爱好者没有机果,不喜欢普拉提呢 第六是压力国大人群 普拉提训练可以帮助缓解压力,释放压力 通过力量训练,选学情绪 从来达到身心预约 所以你给自己录了人群之夜 如果你还对普拉提有什么疑问 欢迎随时实行我们 下期我们再聊聊哪些人群不适合联系普拉提 拜拜